解放军陆军集团军下属炮兵旅是解放军陆军最强大的炮兵编制,集中了目前解放军陆地上最强大的火炮。 组成也很简单,155毫米加流炮和300毫米远程火箭炮,这个时候就要拿出下面这张图,这是72集团军炮兵旅年度时代演习实施大会,这是理想情况下的一个集团军的火力。 配置PLV05型155毫米加流炮PHL03是300毫米远程火箭炮PCL181型155毫米卡车炮图里能看到的是6辆卡车炮,6辆次行火炮,4辆火箭炮,正好都是一个连的编制。 理想编制来说,炮兵旅下面有6个营,采用222模式,两个次行火炮营,两个卡车炮营,两个远程火箭炮营,74集团军有两个远火营一个连次辆车,还有一些辅助车辆,并且有一对一的装填车和无人机是二门远程火箭炮骑射,这一下子就是三个连一个营,该集团军还有另外一个营。 所以一个集团军有24门远程火箭炮PLZ-05是自行加流炮,155毫米口径52倍径,世界上最好的155口径加流炮之一,一个连6辆车,一个营18门炮,两个营就是36门PLZ-05的弹药车,和人火一样,155毫米加流炮不能单打独斗,除此之外还有迹象雷达车的辅助车辆, 155卡车炮信息不多,就知道也是52倍径的,肯定已经装备部队吐为2017年中验队致时网上曝光的PCL-181榴弹炮被运网高原的军列,土里64,基本可以确定是两个人,那么肯定至少有一个人,两个人就是36门, 36辆PLZ-0524门PHL-0336辆卡车炮,这个炮兵火力可谓相当强力了,由于炮兵旅的身关火炮作战,一般是下放下前车下属各个合成旅的,一个集团军下面的合成旅有轻有轻有重,不同的部队需要同的火炮支援, 比如中型核成旅就用旅带式的PLZ-05,轮式的中型核成旅,和轻型核成旅就用卡车炮,而原火则负担集团军一击的远程纵身打击炼物,一般来说不会下放,之术集团军司令部,原火营的目标包括了敌前沿指挥部这种重要目标,不仅仅是一种战术武器了,有点战役武器的味道,不过还是老问题,理想归理想, 很多部队并未换装完成,火箭炮先用89式122顶着,身管火炮则是83式152,或者前仪式的60式152,再配上59-1130加农炮,先把编织搭起来再说,明月让人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,83式152加农炮还要继续发挥于热59-1130加农炮,除了陆军海防 部队也还有装备,60-60152还时常出现在驻日河,作为集团军加强给三远旅机部队的重火力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